老师,我知道你看哔哩哔哩的 你看到我的视频,你就盯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眼睛 我们在那边延学搞活动 累死累活的 你在这边看手机 你对得起我梦啊 大家好 我们继续拿YouTube当树洞 今天来批评一下 现在不懂事的小朋友 我们给大家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小朋友呢 以前也是我们的助理 现在回国了 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 做了个兼职 但是要命的是 他替这个兼职的老板 用自己的银行卡来收了款 现在他的这个兼职老板 和别人有经济纠纷 别人就把他也告上了法庭 这两天大概起诉书 就会送到他的手里 他来问我们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应诉呗 找个律师应诉呗 但是我们就想问他 小朋友 你在签订任何的商业合同的时候 你不用公司的账号 而用私人账号才收款 这个合法吗 合规吗 他不断的在跟我解释 他就不断的在那边说 说他的那个老板 兼职老板说 如果是用公司的账号 是要额外交10%的税 然后用他的私人账号 好像就不用交税 那为什么不用这个老板 自己的私人账号 他要用自己的私人账号 他老板说了 自己已经是法人了 如果再用自己的账号的话 对外会比较麻烦 不想暴露太多 想要低调 那所以就请你把这些理由 去跟法官说 你跟我们说是没有用的 然后这就是现在的小朋友 没有常识的地方 你想本科在国内读 在美国读研究生 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在我们这边 做我们的商业助理 也经历过一些事情 也看到过 我们怎么处理过事情 回国之后 也在一家不错的企业上班 竟然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甚至我再给大家补充一点 他甚至不知道 司刻公章是违法的 或者这么说 他不知道司刻公章是刑事犯罪 和这个私人老板之间的恩怨 我当时我问他 我说谁刻的 他说他自己去刻的 只是告诉我们 他到现在都没有意识 问我们是不是能把司刻公章 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例子 然后告诉法官 然后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全都被他控制的 我说 如果你在没有很确凿的证据 把自己撇清楚之前 你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你会给自己惹上刑事官司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他现在既然惹上了官非 他能做的就是去应诉 然后他问我的意见是 是不是我要主动给法官打个电话 然后跟他把当初的事情说清楚 甚至于我是不是应该找原告 去告诉他 你告诉人了 应该去告我这个老板 我跟他说 人家已经把整个证据链列得非常清楚了 因为是你的银行卡收了别人的钱 所以现在有经济纠纷 他一定要把你列为共同被告 就算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这也是法律程序 你一定是共同被告 每次你这么跟他说他回你的是什么 没看懂 他每次回的就是 可是我把钱已经转给那个老板了呀 对所以没有任何的常识 还是一句话 如果他是一个中专 甚至于本科刚刚毕业的小朋友 我都忍了 他已经读完研究生 而且有过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的情况下 对于法律常识 毫无概念 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你知道今天半夜三更的时候 我又收到他的消息是什么 他说他现在成为了被告 他8月份的时候想贷一笔款装修房子 这样会不会影响 我被他这句话问得特别无语 我们都不说明示经济 就算是公诉的形式 在你没有被定罪前 你只是犯罪嫌疑人而已 这跟你贷不贷款有毛关系 你又没被限制人身自由 而且他整天就在那边担心一些 不应该他担心的事情 然后他一天到晚就在问 能不能把四颗公章这件事情拿出来说 再给大家讲讲南极帕的事 也是我们以前认识的 他说我们以前的一个供应商 二十好几了三十不到 他最近被大厂开了 就失业了 准备自己创业 他就跟朋友做了一个小生意 然后来问我们意见 其实他不是问我们意见 他其实是想让我们帮他忙 他想让我帮他干嘛 转钱 我觉得转钱这个事情 本身在美国就是灰色地带 我们就肯定要问清楚了 你转什么钱 听人家怎么说的 说我们要做跨境电商 但是现在收款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一听跨境电商就明白 我说明白了 你想利用我们洗钱 对不对 他还不承认这个是洗钱 他说这不叫洗钱 只是我为了不要在银行里面做这么麻烦的手续 我说你不想做银行手续 这就叫洗钱 懂吗 这有点概念好了 金融厂是没有的 没有 他一直在问 如果通过我们收钱 合理合法合规吗 对 然后他还说 最后我可以给你10%的手续费 他说他这句话说 我反过来问他一句 如果你这玩意合法了 不是洗钱 你干嘛要给我10%的手续费 是 他还跟我说 这行 市面上现在都是赚10%到12% 对 所以他的问题在于什么 丝毫没有对错概念 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是错的 他还可以用他的逻辑 把错的事情给你说成对的 好了 然后高潮来了 高潮了 高潮就是 那么我们问他 你想做什么生意呢 我们当然也关心一下他 毕竟以前也是朋友 他说 我这里有高仿包 可以卖到美国 可以赚很多钱 我这里的成本 只有真的十分之一 然后我们俩就杀掉了 说 那你直接说 你是绝命都市不更好吗 我真的真的把他讲了 我说你觉得你卖假包 跟卖白粉有什么区别 他丝毫不认为 高仿就是假包 他也丝毫不认为 卖高仿假包到美国来是犯罪 他想得很清楚的 Channel跟爱马仕的 我刚才用词很标准 我没说卖到美国来是违法 是犯罪 这是犯罪行为 他真不这么认为 而且他还一直觉得说 他的找到合作伙伴 人家就售事卖给美国人的 一 卖盗版假包到美国 又侵犯了知识产权 又涉嫌走私 他还要我们通过违规的 绕过金融体系的方式 把钱给他转回去 涉嫌洗钱 这个家伙如果在美国的话 他设计的这三个都是联邦级的重罪 他确实你知道吗 他确实全是联邦级重罪 他还跟我讲 他说其实他胆子很小 他不太敢做高片门的生意 然后因为他也是做技术出身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说 我认识很多马农 很多这种学WE的 他们有自己的逻辑 他们从来不认为 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一些规则是规则 他们在脑海里面只有自己的规则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合法的 就是合法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合法 就是不合法的 当然我自己以前也是技术无罪论 对吧 但是技术无罪论并不代表 我不知道基本的道德准则 就像我前面一段时间 我们说到YouTube的版权警示 虽然说我不认可 但是我可以用诉讼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我偏执的认为 我一定是对的 还用这个方法来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帮你卖假包和洗钱的吧 对 其实这两个小朋友 虽然说都已经接近而立之面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 其实一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的这一类的小朋友 他们似乎好像缺乏一定的是非对错的观念 就比如四合公章这个事情 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还用得着来问我 这件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吗 以及卖盗版假包 不是捞骗门的生意 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我们无法认可甚至无法理解 所以我们也没有答案 只是还是一句话 我们把YouTube当成一个树洞 你们帮我分析一下吧 他们俩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 我呢 还是想情想风啊 我呢也不太可能 通过微信半页三更骂他们骂得太狠 因为人家也真的是虚心来请教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被他们的那些与言论给我看的真的是哭笑不得啊 对 好 所以如果你有思客公这样的渠道 或者是卖假包的渠道 请联系我们啊 今天就在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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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